今晚开战吧 我就说嘛 小兰哥 你们男生 是不是跟我们女生 活在一个平行时空 你们一直永远不了解 我们做人妻 当然我已经脱离这行业了 但是人妻的这个辛苦跟辛劳 你们是不是都不理解 云真 我觉得这中间 应该有一点误会 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想要做一个体贴的好老公 那到底有什么事情 没关系 你讲出来 哥 帮你评评理 你这一整段是不是嘴会软 讲这整段 没有一点卡弹 卡弹要快筛 没有 OK的 不是嘛 就是我一对夫妻朋友 前几天出去 这老婆一只手要带着小孩 另外一只手要带着 刚刚买的五大袋菜 背后还有一个后背包 结果这个老公 就大油大白地走在前面 两手空空地在那边讲电话 好不容易电话挂掉 之后想起来他有老婆 回头就说 老婆 重不重啊 老婆就说当然重啊 然后他说真的辛苦你了 钥匙呢 请问一下两只手满成这样 是有空拿钥匙给他 连钥匙都不肯拿 银贞啊 这个不是我要帮那位老公讲话 你想想看 他还会想到要跟你拿钥匙 就表示说他还是想回家的 有很多老公是不想回家的耶 你是说像你吗 对 很想回家 我爱这个家 好的 所以到底是人气天生 就是无所不能呢 还是根本就是人夫 能力不及惹得过 就是 就是没有 欢迎收看今晚开箱的 欢迎天下市 皆无所不能的人气们 欢迎家中市 皆由老婆来掌握我们人夫代表 其实你们的这边的开场 不用那么吵啊 什么事 就是欢迎 也没那么糟 我们要废才能显现老婆的优秀 我们是装废 而且他们都是被污蔑的 每次那个李欣来 把士蓬哥讲成什么样子 有吗 你今天要反驳啦 难怪他都不准我看这个电影 我发现你真的很会挑剥离间 不好意思 如果 我如果有演夜问 我就是汉奸的角度 对 这很会挑剥离间 是 但是呢 这童话故事的结局 都是王子跟公主呢 从此过着幸福 对 快乐的日子 对 怎么了 云震 多么好笑的结局啊 没有 云震 我知道婚姻这条路 你走得很辛苦 但是 你不需要把这个个人情绪 带来这里啊 不是 我已经走完了 是你们这一些 笨蛋还在走 还在坟墓里的人 对啊 所以女生当然就希望说 婚后呢 依然是像一个被宠在手心的 小公主啦 对不对 被捧在手心 然后好好呵护这样 不可能 不可能 因为你结完婚那一天 你就是变黄脸婆了 OK 就是这个罪恋了 OK 有网友表示 说男生婚前 还有50%的家世战斗力 就他至少还会做家世 还会干嘛 婚后直接变零 就连智力也忽然降为30下 这就是歧视吧 对啊 这是歧视吧 没有 这不是歧视 他真的这样吗 没有 他居然工作都好好 他只是回家这样而已 其实所有男生 结完婚都恼恶 我们不是恼恶 我们是 所以就问一下大家 就是说女生会如此的全能 其实都是因为 你们男生太不给力惹的吗 挺举牌 这个一定不是 这是歧视的文章 对吗 这是一定是歧视我们 就是 我跟你讲 我真的认识10个女生 里面有大概12个 都是这样子 婚前就是像个公主一样 可是婚后什么都要扛 开始就做家世 也不会开始化妆了 也开始没有自己的生活可言了 这次都是你们男生还 怎么了 变不下去 讲不出 不是嘛 我跟你讲 我们家方老师相反 我们家是我找内衣裤 给我老婆 你知道吗 不可能 真的 那也没办法 因为你老婆能力真的是 告诉你太多了 不要跟来宾聊一聊 好不好 跟来宾聊之前 我们也是要来请教 好不好 到底呢 因为我们抱持了一个感恩的心 因为我们还在婚姻中 那要怎么样对待老婆大人 女人有多无所不能 我们听听网友 她们怎么说又云 情报站大调查 今天由特派员又云出集 透过趋势民调大数据 搜集网路 讨论声量与关键词 带您掌握最新趋势 马上来看一下 好的 那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热 大家都开始吹冷气了 然后就有网友 PO出一段画面 就是一个老婆 居然在自己拆解冷气 洗冷气机 这个画面之专业 网友直呼 根本就是被老公 耽误的美女水电 那老公还沾沾自喜 不过你有想过 你老婆心里的阴影面积吗 好 接下来我们就根据 趋势民调大数据来讨论一下 没有男人 女人也能一手扛的事情 到底有哪些呢 那第三名就是 修电器 修木工 连修马桶都要会 这个有131万的升量 另外如果说没有女人 这点小事 男生居然都不会 又有哪些呢 我们来看一下排行当中的 第二名 不会做家事 像是缝衣服 洗衣服 折衣服 连晒衣服 它可能都有一些问题 这个占了网络上量的1600万 好 就有网友分享就说 有一次老公 假厉害 自己决定要自己来改裤子 结果没有想到改着 床单跟裤子就合而为一了 真的是让人妻大傻眼 你自己不帮忙还找麻烦 那有没有这种 人妻结婚之后呢 各项技能都点得满满满 却有满肚子无奈的心声呢 你们人妻有没有觉得说 结完婚之后 慢慢 逐渐一天又一天又一天 又一天看着身边这男人觉得 我到底需要她吗 我妈妈一直跟我说 你不要什么都自己来 你要适时的示弱 很多事情 你不要自己抢出头 抢着做 真的 就说女生要装笨 对 然后我就好 我装笨 电灯坏了 然后男生装比你更笨 对 电灯坏了 什么时候可以换 然后说好 我换 我换 我们家的客厅电花板的电灯 它不是那种转转转的那种 所以它是牵在电花板 所以要把它拆下来 它里面还有很复杂的接线这样 然后那时候装潢师傅就是 可能弄得很紧 然后所以我就看我老公这样 在上面弄了很久很久很久 然后他发出了这个 我说怎么了 他说我把线剪断了 我说 好 我说那老公你下来 我再来看看 还好 他剪的是电灯 他会剪的是定时炸弹 怎么办 对 还一次在家里剪定时炸弹 没有 有的也会剪错崩 你明明就是可以慢慢地把它拆开的事情 为什么要把它剪断呢 你剪断了我更难装回去 我可能以前做过剧场幕后的关系 就是我爬高 接线 卷线什么都还蛮厉害 我是可以踩AT这样子 在上面移动的那一种这样 帅 然后我就 太不容易搭错 对 因为我刚来得比较早 我竟然说 怎么有人在调灯 背筒筒在调灯 这都他调灯 好厉害 好厉害 反正我就踩高这样上去 然后慢慢地把那个线拆开 然后这一条接这一条接这一条 很顺利地把我们家三颗坏掉的电灯 全部都换完了 然后我就觉得说 老公你还是乖乖的带在地面就好了 以后高通的事情给我来就可以了 所以是不是很累 就是说我们还要第一时间 还不能展现自己的能力 然后还要先把面子做给他们 真的 然后面子做给他们之后 我们又要来善后 真的 我觉得你老公应该也是听他妈啦 他妈妈的话也是说 你婚后就要装笨 对 妈妈要先这样子 对 妈妈跟我们说 女人都喜欢憨后的男人嘛 我们装得很彻底 对 你们三个很自然 不是这种憨后 对 我们装得很彻底 你们三个会洗衣服吗 会啊 对啊 怎么洗 就是全部丢进去洗啊 所以黑色的跟其他颜色 白色的都要一起洗 基本上是要分开洗 然后内衣内裤是不是也要 对 内衣内裤是另外再洗 对啊 你分开嘛 有在洗吗 有在洗吗 对不对 你要分开 你先把黑的放进去 白的最后再放进去 这样做分开 这样分开 然后内衣内裤放去邻居这样洗 也可以啊 谁弄脏的谁洗啊 谁弄脏的谁洗 我就觉得洗衣机 这么简单的机器 现在又不是叫你们用手洗 你就丢进去给洗衣机就好了 有一次我老公就跟我讲说 老婆我们家机器好像坏了 我一打开那种直立式的 一打开说完蛋 里面是泡沫龙卷风 就是整个泡泡快要满出来这样 我想说怎么会这样 好干净喔 然后我想说完蛋怎么会这样 然后我就赶快把那一桶湿的 全部手挤干 然后拿去外面自助洗 全部再洗完一次 过了两天 那个工人还没有办法来修 我说我自己再试试看好了 就一试 其实看起来蛮正常的 好像没有出什么问题啊 然后我就把衣服倒下去洗 洗了两批出来 说我们家洗衣机 其实没有坏 然后我有一次叫老婆说 我在厨房忙 你帮我去设定一下 我还教她怎么设定干嘛的 然后她就说好 她就倒了洗衣镜进去 然后按按按按 按完了之后 又要拿洗衣机起来又要倒 我说你刚倒过了 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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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知道泡沫龙卷风怎么来的 还是你们怕洗不干净是吗 我们想说那个东西 是不是多加点洗点会干净点 是吗 对 洗衣精 那你下次洗澡之后 试试看用洗衣精洗来 超干净 不是 拜托她帮我洗衣服 因为我前一阵子 运动会的时候 就是衣服用量很大 然后运动服都很臭啊什么 你没有办法堆很久 我请她帮我洗 她就说好 好 然后我回家看到 真的有洗 撕衣服全部拿出来摊在阳台 然后平铺在洗衣机上面 我说你都洗好了 你为什么不把它吊起来呢 你吊起来吹一个晚上风 明天就干了 她说没有 人家不是说很多衣服要平铺才不会撑坏吗 这样 我说你 那不是平铺 你针织衫才要平铺 你毛衣才要平铺 我一个运动服 你就是洗完直接给我丢在洗衣机上面而已 就是不想做 你们三个是不是听不出来问题在哪里 不是 她要讲嘛 她不讲我们怎么知道呢 她都讲洗衣服嘛 对啊 她没有讲后续啊 你问 我们人去洗衣服也没人跟我们讲要怎么样 我们自己会去研究要怎么办啊 你们怎么都要人家讲啊 我们去当兵班长就说扶手 时间到了 要去大便了喔 去喔 这需要讲 女人家的无所不能 其实是至少麻烦的 我必须得说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因为像我老婆很爱买东西 买到东西柜子都塞不下 果不起来她就去那种知名的家具店 买了要组装的柜子 就请我帮忙 那当然我工作忙嘛 我跟她讲说 好好好 你放着 我早一天来帮你煮 我早一天来帮你煮 我想说就放在那边平躺在那边 她以后就会自己吃 别想说那我东西少买一点 结果不是 她有一天打开跟我说 老公你到底什么时候帮我煮 我说 我就想要叮她 我就真的有点忙 不然你自己尝试看看嘛 我就堵她不会 她说这我哪会啊 我不起来 我说没有 她很简单 就跟煮乐糕一样 你很喜欢煮乐糕嘛 你试试看 结果我一回家 我想不到她把所有的柜子都煮好了 那时候就是你发现 这家根本不需要你的时候 我吓到了 我真的吓到 后来我想说 你就这样煮好 对啊 就是跟煮乐糕一样 然后到最后 我觉得倒霉的是我 因为她自己会煮了 然后就是买了一堆什么衣柜 床架 沙发 都她买 她煮 到最后她自己有兴趣了 自己煮好了 然后就买了更多的东西 然后就倒霉付钱的是我 她竟然觉得我们是有兴趣 做这些事 她倒霉 不是 怎么会越买越多 对 怎么会越买越多 是不是 倒霉 她真的是 你是她去剪裁 还是要是老物 不是 她真的跟我说 老公 我好有成就感 那我就帮助她的成就感 这件事情 她在叮你 听不出来 是吗 有吗 我上次刚刚她老婆 已经在对面工地在盖房子了 那根本就唯一需要你的一个工程 你做不到 然后被我们自己做 然后你会觉得这是她的兴趣 因为她觉得她蛮有成就感 对啊 我觉得这样很好啊 对啊 像我在家 我那个家务 所有大小事都是我在做 我记得有一年就是有一段时间 我在拍那个昂档戏 每天都拍到半夜一两点 然后我每天一回家打开门 我就看到家里又有点乱 因为我这个人本身有点小洁癖 看到乱我就受不了 我就开始打扫 然后我老婆后来发现 说老公每天工作这么晚 回来要打扫 她想说帮我分担一些家务 从那一天开始她就 睡觉前就帮我打扫家里 那有一天我回来 我一开门 还是一样乱我就开始打扫 我老婆出来了 老公你回来了 你在干嘛 我说我在打扫 我打扫过你看不出来吗 然后我就竖着看 横着看 斜着看 我想说 这看起来像打扫过吗 我说你怎么打扫 我就把桌面擦一擦 地上擦一擦 你看是不是很干净 我说那地上丢的那些杂志呢 那遥控器呢 那沙发上面挂的衣服呢 她说那还要收吗 我说当然啊 不然怎么叫打扫 后来把东西整理之后呢 我就去洗澡卸妆 那出来我要找衣服穿 就把衣柜打开 天啊 你知道我的衣柜 它也帮我整理好了 每件叠的叠法都不一样 然后大小也不一样 这样叠 像叠积木一样 歪七扭八的 我老婆那时候走过来 夸夸我吧 你看 我帮你叠好衣服 你不用再叠了 我说你这样叠 就很像我那平常衣服抓来 然后揉一揉塞进去 这样塞 塞 塞 没什么两样啊 我个人平常都用那种叠一板叠 所以大小都一样 我还分一百 对 然后黑色就一堆 白色一堆 然后鲜艳的颜色就一堆 我觉得分类这样 看起来会比较好看 她说你这样太复杂了吧 我说没关系 以后你不要做 这我来做好了 我们真的要跟李星学 怎么了 就学完之后 我们就都不用做了 什么不用做 对啊 不是 揉一揉塞进去 她是真的很用心在做 最近我真的是 有一点蛮佩服她 就是她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去年我们本来是要搬新家 那时候找了设计师 准备要装潢 然后后来呢 因为疫情严重的关系 那就停了 然后隔几个月之后呢 疫情比较松了 然后可以开始装潢的时候 我们设计师没空 因为她后面还有其他的案子 她跟我说 如果你要等我装的话 那必须等我年底 过完年之后 我再帮你们装 我老婆说不能等 我说为什么 因为你儿子的大嘴巴已经说出去了 跟全班全校同学讲说 我只能陪你们到这学期 下学期我就要去别的学校念了 然后消息散发出去之后 她就每天开始收那个告别礼物 同学老师都会送她 对 那我老婆说 如果我们下学期还出现在学校 开学还出在那儿就是 驚不驚喜 喂你 喂你 没有人家会觉得我们家都是大骗集团 你知道那骗礼物的 然后我就说 对…这一定要办 那怎么办呢 人家没空 我老婆就抓了我的手 说走 我们去书店 让我去找一些装修的书 然后隔了几天我工作回来 老婆就过来抓了我说 老公 明天我们就可以开始装修了 我想说 你才看了三四天 就可以装修了 明天要装什么 她说我已经找好那个拆除 拆除班 来拆那个墙 因为我们有墙要拆 我说那其他像泥座 还有那个油漆师傅 因为那时候很欠缺 对 你去哪找 她说我去隔壁那个 我卖那个油漆店的老板娘 我找她 叫她帮我找 然后你一做师傅 就去找那建材行的老板娘 叫她帮我们找 她每个工班师傅全部找到了 就短短三四天 结果我跟你们讲 我老婆时间抓得非常好 每个工班之间 闲接得非常紧 之前设计师跟我们说 我们家装起来大概四个月 我老婆装起来 而且重点是 她省了一百多万的装修费 一百多万 真的假的 每个工班师傅都说 你老婆真的太厉害了 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而且每个地方 都可以设计得非常好 非常的周到 就跟我老婆说 以后你开设计公司 记得找我 我跟你合作 不是 你 不是 我们这一集不是在讲 她在干什么 我们这一集是公集对吗 对 我们是来讲老婆的公司 你是不是走错了 她来表扬老婆 干什么 是否跟我们也叫你一声歌 对你主题是不是没有看清楚 不是 你们内讧的时候 让我们 一个胜利的鼓掌好不好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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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听我讲 你到底还不要回家 你要回家 可是你不用在这里做面子表扬 对吗 那我不在这里表扬 我怎么回家 我给你讲一下 我们的观众的大部分 都是女性朋友 我当然知道 也就是我最爱她们的那一群 对 故事内容可能要一点好 故事内容很好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听完那个士鹏哥讲 我心有戚戚焉 因为我从小就家里最小的 所以我就被宠成公主 在家里就是娘家 就是公主 所以我跟我老公在一起之后 他就常常一直跟我洗脑说 像你这种生活白痴 什么都不会 你出去外面没有人要你 就是像你这种脾气 你什么都不会 东西放哪里都不会 我告诉你全世界 你就只能待在我身边 所以我就一直从高中一毕业 我就一直觉得 我就是个生活白痴 我什么都不会 我只能依靠我这个老公 我出去外面我什么都不行 就这样子结婚了 然后结果结完婚之后 生了小孩 生了女儿之后 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们钱是不是应该拿去 买个房子留给女儿 强迫自己存钱 我老公说 好 等我有空的时候我来用 因为买房子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等我有空再用 我说好 一等等等 我女儿现在已经四岁了 我都已经 我们结完婚四年之后 生了小孩四岁 我们已经结了婚八年了 我就觉得再等下去 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 18岁 对 都要长大嫁人了 我就决定 不管 我决定自己去做了 然后我就开始找了那个仲介 然后开始找了房屋 位子好 OK 我喜欢 然后价钱我也OK 那个房贷我付出来 我就买了 买了之后 我也就直接去签了 贷款我也都直接问银行就好了 用好了之后 他又跟我说 你就这样买房子了 你买了快两千万左右的房子 你会怎么付 你那个贷款怎样 我说我都弄好 没关系 你都不用担心 你都不用担心 我自己来就好了 然后要开始装潢 怎么办 木头 木工 油漆 地板 什么材质 我通通不懂 我就一个一个问 想办法打电话问亲戚 有没有人会拆木头的柜子 有没有人拆系统柜 有没有人怎样 其实不用那么麻烦 你一通电话 打给李鑫就可 对 好 给大家看一下 我连那个装潢都是我自己 还有一张照片 然后我真的是通告结束 你看还戴装 还穿成这样 夏天没有冷气 那个工地是非常非常热的 因为它是老房子 要装修 我真的就是跟着那个师傅 一个一个在那边装修 帮他们用好 请问一下 这整个时间里面 你老公去哪 她说她在上班很忙 然后要等到她忙完 我不知道她要忙到什么时候 要工作时间来用 然后我就干脆自己 把我跟我女儿的家 我将来要留给我女儿的家 就两个月之内 全部装修完了 然后我跟师傅变成好朋友 你知道那些师傅 有时候公班 他们有时候会吵架 水电的师傅 跟油漆师傅变成好朋友 他们就拿着十个九本 在那边敲 那你什么时候来 好 那我就这个时候来 然后那个清水魔师傅也是 我们这个要等六七天之后 才能再进来 然后那个钳子帮我拿一下 借一下 他们全部都变成好朋友了 你跟李欣要不要合开一个公司 真的 不会赚 我老婆也是这样 我跟师傅打好关系 然后现在偶尔还会联络 发个LINE什么的 那之前我那个一个设计师朋友 他缺工班 他打电话跟我 老婆掉工班 很奇妙 好厉害 但是真的我跟你说 一个工地里面 有一个女生在那边 这样子嘻嘻哈哈 是一个润滑剂 然后反正事情变得好快就结束 然后我就想说 两个月我就把一个家撑起来了 然后我跟我女儿的家用好了 那我老公要干嘛 好像不用这个男人 这就不需要了 对 整个家弄好就可以 递离婚协议书给他 对 到底我凭什么二十几年 守着一个男人 觉得我自己 就别人不会要我 老实说 我买了一个家 你看那些工班有多哈你 对 对 支持你 找下一个男人 谢谢 所以你们家东西坏了 你会动手修吗 怎么办 趕快修的只有乐观 不然谁修 我们家另外两个人 他们就是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体质 只要那个马桶 他们使用过了之后 就坏了 我去上干嘛都没事 然后每次都说 为什么你们弄完都会这样 他说没有啊 你这房子 这个大楼几十年了 那个本来就是 很多东西都老旧了 那你这个坏了 本来就是要修 对 你们那种大楼很旧 那老公也是旧的 你是不是也要坏 这样 不是嘛 你们就是没有弄好嘛 每次那个什么东西 都说这个老旧 这个老旧 那拜托 那我们平常用了那么多年 都是好好的 因为你也老旧 马桶也老旧 所以你们互相秀姐 所以他还给我一点面子 只要我去修的时候 他就会变好 对 神经病 好啦 但是我跟你讲 女生真的很多 无所不能的 有那么无所不能吗 又宇你还想讲什么 对啊 好 我们刚才看到了 人父跟人妻的对比时刻 接下来排行榜也会相当的对比 但其实没有男人女呢 也可以做哪些事情呢 像是男人刚刚所会出现的 脑污线像呢 在我们这边呢 就是人脑堪比电脑 所有事情 家里摆放的位置 全部都记得 一清二楚 王若山亮占了110万 然后接下来是第二名就是 一手抱小孩 一手还可以扛一大堆 大包小包的 绝对没有问题 这个占了213万 就有网友来分享就说 以前自己结婚之前 明明就是一个少女 是一个萝莉 结果没有想到婚后 就只能变成无敌铁金刚 不但要抱小孩 旁边还要拿大包小包 各种行李都要自己来 好 但是如果到了男人这边 如果没有女人 他没有哪些事情做不好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名就是 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怎么买 酱油在哪里 菜在哪里 什么家庭用品到底在哪里 老婆你在哪里 好 这个占了 有468万的网路声量 接着是第三名 就是到家里面 好像就发生了脑雾的情况 就是会找不到东西 剪刀 衣服 然后可能需要用的一些用具 通通突然间忘记他到底在哪里了 这个网路声量占了544万 好 就有网友分享到 严重怀疑老公在结婚之后 患上了失智症 常常要一个东西都找不到 什么事情都还是要找老婆来 好啦 各位人情你们 也都是这样子一心多用 脑力体力都过于常人吗 我跟你讲 曾经有真的最高纪录 就是手上挂轻量婴儿车 然后两袋就是食物 就是去超市买的东西 这一只手抱着小孩 然后背着妈妈包 一个人 超过10公斤了吧 超过 然后一个人就是 那时候小孩是还要抱着的 然后又很扎实 然后自己这样上下车 然后那时候的鞋车司机 也没有要再帮你的 就是你自己要打开后车厢 然后再把轻量丢进去 然后自己再上车这样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说 女生真的很厉害 要是我老公他会直接不出门了 他就觉得说 出不了门 我一个人怎么带小孩 又拿东西 他直接不出门 我老公没有办法 自己一个人带小孩出门 到底有什么障碍 一个人带小孩出门 你知道我老公的障碍就是 他觉得别人会认为 他是单亲爸爸 所以他不要出门 这是什么烂理由 抱小孩 扛东西 那个我也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 是有一年过年 我要回娘家 我们就坐高铁 然后那时候小朋友 也是小需要抱这样 然后我就有一点来不及了 我从电车上下来 就眼看着可能只剩三分钟 两分钟的时候 我就很紧张 然后我就扛着20公斤的行李箱 然后抱着12公斤的小孩 然后就这样跑到大厅 要进月台的时候 我一转头看到说 你的口罩呢 因为那时候疫情很严重 你没有戴口罩 你不能去任何地方 我就在大厅找了一个小角落 摊开行李箱 拿出备用的口罩 赶快戴好了 关上扣上 然后再这样进去 眼看了剩一分钟 真的要开门 我听到啾啾啾的声音了 很可怕 好恐怖 很可怕 然后我就这样扛着行李箱 我要走下手扶梯 完全没有办法等 我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样 这样跑下手扶梯 最后一刻 塞进门 然后我就站在门边喘气 觉得 妈妈 你真的很棒 真的 你都做到了 真的 你这样子 我跟你讲 所以你会发现 会有一个名词说是 神力女超人 真的 但超人就是超人 没有神力男超人 真的 对 你们到底发什么事 就是到底发什么事 对 而且我觉得男生的脑袋 好像一次只能想一件事情 然后他会把事情想得很难 一次只能做一件事 对 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 刚好有连续三天假日 我越想越不对 想说明天我们就有三天假日 为什么我们不出国 可是现在已经晚上11点了 我老公就说 你现在想要出国是不是 好啊 你订机票我就去 他就 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觉得我们做不到 他觉得你不行 做不到 你订我就去 跨年到处都是人 很难订 但我就一定找得到 那个网络就是万能的 你就开始叉叉叉叉 机票订好了 那就出发了 这有什么难的吗 而且只是去澳门而已 然后我老公说 真的假的 你订好了怎么可能 我说真的 你现在马上给我睡觉 睡个三四个小时 因为可能到澳门之后 我们要开始玩 晚一整天也睡三四个小时 行李我来收就好 然后我老公就抱着 忐忑不安的心情 觉得半信半夜的去睡觉 然后就一个人半个小时之内 把我跟我老公我女儿 三天两夜出国的 行李全部收好 凌晨五点我就叫他们两个 起床走 出国了 然后我们就拿着行李 出国跨年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照片 你看 他一直跟我说 怎么可能办不到的事情 我以前也很常做这种事 我有一次还在飞机上 我已经飞了 我必须要到我落地之后 我的旅行社才能确定 饭店有没有房间 就我以前也很常干这种事 可是这样很刺激 你不觉得吗 有惊喜 超刺激的 但是另外一半看我们都像神经病一样 对啊 怎么会这么想离开这个家呢 对啊 怎么会这么想离开这个家呢 男生就会觉得要有规划比较安心 但他们的规划永远都要等他们有空 然后就老了 对 我跟你说 就像我刚买房子的事件一样 一定很多人说 自己干嘛发那么三个 我们就自己在那边留下了 对啊 是我们根本要努力还没有展示 OK 很多人一定会觉得 因为男生要上班嘛 女生当然可以做这些事情 我告诉你 我们要上班 我们也是职业妇女的 对 我也要上班 为什么我回家还要洗衣服 对 要做家事定制 那可能是你们老公找得不对 像我老婆找到我 你知道吗 我老婆不带小朋友出门 她觉得带小朋友出门很累 然后通常都是我带小朋友去公园玩 去踢球 你跟我们坐啦 那等一下啦 什么跟你们坐 侍鹏哥好不容易 录到现在终于搞清楚主题了 你还叫他过去 对 所以都 那时候都是我带小朋友出去玩 然后每次出去玩 然后就有一个阿姨 就会跟我聊天嘛 聊到最后 她有一天就问我说 这孩子的妈妈是 没了不起啊 是她离婚啊 我说没有没有 她在家睡觉 所以老公找不对 其实这个是蛮弱的啦 没有 其实已经不容易了 不要加带子 她前面都在夸奖她老婆 对啊 我跟你说女生呢 每个月会有五到七天 都是非常非常累的时候 就莫名的累 但我们还是要打起精神 做很多的事情 那虽然身体累 但我们的脑袋还是清楚的喔 你知道吗 像有一次就是结婚七天日 我就是要录影 因为录影时间常不确定嘛 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们今天没有延期 你就是几点几分的时候 准时到哪个电视台来接我 我们一起去吃饭 我已经订好餐厅了 但因为是临时起意去吃饭 我就跟她说 我跟你说 如果穿着那个录影的衣服嘛 不适合去吃饭 你帮我戴 就是厚一点的外套 因为很冷 然后裤子换正常的一点衣服 然后还有戴眼镜 我要把它调眼镜 我要戴什么 你帮我戴 最重要的是 你要穿帅帅喔 因为那个饭店很漂亮 你要穿帅帅喔 好 OK OK 到了录完影之后 我就想说 我就时间差不多了 我就打电话给我老公说 你有准时到吗 他说有 我到了 我就一切事情 都安排在计划当中 然后一上车之后 看到老公你穿着帅帅的也不错耶 然后我说 那我的衣服呢 我要把隐形眼镜的眼镜好痛 我衣服呢 我裤子呢 什么衣服 什么隐形眼镜 什么 我全忘了 不是只叫我穿帅帅吗 就是他全部的事情 只听到后面的重点 就是叫他穿帅帅 他就是烦恼 穿帅帅 要怎样穿帅帅 我有什么帅帅的衣服 他就只记得一件事情 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戴 我觉得到底 为什么可以这样子 你们到底怎么了 不是 你一定是觉得 他老婆穿什么都好看 对 是不是 真的 我有可能 不好意思 你们四个这边闹完了吗 我们的强棒 现在要开始出来 这个我要第一说 对 吴俊彦 第一棒 我觉得女孩子很多时候 都是几席几席 我必须说 他们可以在很多工的 处理每一件事情 像我老婆是这样子 每天一起床的 第一个设计 就是打开冰箱 为什么要打开冰箱 因为要盘点有少什么 要买什么 所以她的行程就是从 送小孩 然后送去小孩之后 就开始去买菜 买买买 就回到家了 然后她有时候会跟我讲说 老公 你等一下有没有事 这时候你就要回答说 可能有点事怎么了 你可不可以 载我去买一个东西 或者是拿一个东西 我觉得还好 就一上车 我跟你讲 拿完东西 我跟你讲 现在惨了 她跟我讲说 那你等一下还可不可以 载我去那个什么 做个指甲 那做个指甲之后呢 等一下我们可能 还要去一个Costco 就开始行程 噼里啪噼里啪出来 她连在做指甲的时候 都可以多工到 一边做指甲 一边写页配的文章 然后等一下再想一下 我去Costco 要准备刷哪一张卡 这个国泰卡的优惠是什么 然后这个中信卡的优惠是什么 到这种程度 可是最后最后 我就想当个司机 因为他们呢 只要负责想就好 你根本没办法交给你 如果你是神队友的话 我们在做指甲 就可以放放心的做指甲 你在旁边打叶配文 然后跟我讲说 老婆等一下我们去Costco 可以买什么 我们可以很放空的做指甲 那你就不行嘛 你就不行 我们就只能自己做 你只剩下这样微薄 一个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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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刚刚前面讲 我觉得开头蛮好的 后面我越听 冷汗一直冒 什么 不是 我得说 不是 我得说 因为我觉得我老婆很常说 是搞不清楚路线的 可是很多时候她们是 你觉得她处理那么多事情 她又搞不清楚路线吗 她只是给你一个最后 微薄的面子 所以我是一个导航 让你有存在感 你说 我老婆都这样 什么 比如说我们在铜锣湾 她说她要逛海港城 海港城在九龙岛 她每天都在搞这些事情 她只是想到哪一个mall 她要去逛 但是她没有想到 那个路途 车程 对 方向在哪里 天南地北的 那是不一样的 不是 你讲得太远了 不是 我跟你说 每个人现在手机都有 Google map 我们其实也会 我们只是把这功能 丢给老公 对不对 如果最后连司机 我们都交通给别人 我们到底嫁给你干什么 对 谁没有Google map 对 听起来我们这边 感觉有点弱 但是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时间 要丢给又云 到底呢 两边的第一名 第一名 已经第一名了 又会是什么呢 小洋公 我是救不了你的 好 接下来我们 再看排放榜第一名 人妻到底有多省有呢 好 其实我们会发现 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 都是我们人妻在处理的 这个网络声量降了 218万 那网友是怎么说的呢 像最近大家应该都会 遇到是有确诊的状况 问男神 老公通通 一问三不知 所以所有的隔离规划 SOP通通通都是 老婆她们去制定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人分部分 哪有每天都是 陈时中部长在天部 她是男的 她的功劳也要往身上乱 家里都是人妻的功劳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如果是男人做不好的事 第一名又是什么呢 好 就是每一次 都找不到厕所 不会照顾小孩 连小孩要在路边尿尿的话 都没有办法 找到一个准确的地方 这个占了网络声量的 1719万 我那一天就目睹一个 我的朋友 带她女儿要上厕所 因为小女孩就爱穿蓬雪 可是因为她很小 所以她的蓬雪里面还有包屁 然后就要上厕所 可是她老婆就在忙 然后她老婆就说 老公 老公 你赶快带妹妹去上厕所这样 然后她说 来 上厕所 然后你坐上马桶 因为我刚从厕所出来 我就目睹这一切 老婆 她裙子怎么脱 怎么脱 快点 她又掉出来了 怎么脱 然后我就在旁边看 我就想说 你认真吗 奇怪 你是认真的吗 怎么会突然这样 婚前从来没有想过 裙子要怎么脱的问题 从来没有不成功过 怎么会她会这样 不晓得 就是你们男生就是离 还是看对象 才会这个技能 她们觉得她们讲得很复杂 很难 她们觉得讲得很复杂 就是小孩要上厕所这件事情 她就说不会 这是妈妈的工作 我觉得女孩子 妈妈在生活上 可能一些琐事上 她们可以很快速的反应 但是真的攸关紧急状态 我不认为 因为我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 是我有一次到台北车站附近 我要去拿东西 我就站着 那时候我小孩很小 才一岁多 还不太讲话 坐在安全座椅上 我就跟我老婆 那我想说我只是下车哪个东西 我就找一个停车格 就停着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 我老婆就觉得很冷 先把空调关掉 那我就说 那我们交换一下位置 我想说怕如果要 临时要移车或什么 你就可以直接让开 然后她就从副驾上来 然后我也下车 结果好死不死 她不知道按到什么 直接把一岁多的小孩 锁在车里面 而且空调还是关的 那时候正值五月天 很热 36度多 然后大概五点多 又下班车槽 我老婆那时候开始尖叫 怎么办啊 小孩就开始哭了 完了很热 热醒 然后爸爸妈妈又不在 就在里面很慌张 我就觉得不行 我要开始思考 这个办法是什么 第一 我现在处在一个台北车站 而且是下班时间 如果我现在叫救务车 救务车过来大概要两公里 我家在大同区 过去也要两公里 好 那我想说 那老婆第一时间 你赶快坐车回家拿车钥匙 我赶快打到要报警 在警察来的同时 我赶快拿棒子 赶快敲我的车窗 结果果不起来 我老婆第一时间说 我还要不去拿钥匙 这样我来得及吗 我就说你不用担心 我等下回去就叫警察 我一边破窗 你赶快去 结果我当然破破破破半天 就不知道是车太好了 怎么样 就是打不开你知道吗 而且心疼 你不忍心把他弄回 就是我在敲破悠悠军 这个坏 你知道最后你那一块窗 那一块窗是最贵的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要去破它 但是不知道这角度不对 破不开 连路人都来帮忙 小孩大概哭20分钟了 结果过5分钟之后 我老婆赶快拿车钥匙 慢慢哭得满是泪痕 过来赶快解锁 我小孩再抱起来 所以如果我当下没有一个快速的反应 一分钟去想出了整个地图 我老婆就会站在那边哭 哭到救护车来为止 我小孩可能就出事了 所以他的功能还是地图 对 还是做一个行程 你知道自己是一个人 真的地图有多难吗 其实你这样的结论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男生 会一直就是很有自信 觉得自己比较厉害 像我之前去意大利的时候 我喜欢在世界各地 就是拍有点类似婚纱那种照片 所以我就穿了全白 然后戴着头纱 然后跟我老公 在那个米兰大家堂前面拍照 然后拍一拍 因为我的那个装扮看起来 就像观光客 所以很容易就是 如果有人要下手 就会朝我们下手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拍完之后呢 我就套上外套要走了 我有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就戴着头纱 因为看起来就是观光客的样子 穿全白 你老公看起来很宿醉 对 去米兰不能喝一点吗 可以 去宜兰都喝了 给大家看一下一张照片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张照片 所有鸽子都在我身上吗 就是有一大堆 就是那种欧洲的标型大 还有欧洲体型很大 然后黑黑的 然后身上都是毛 我后来听说 他们蛮多都是吉普赛人 就是那种看起来很壮 然后全部大概有八个还九个 把我跟我老公围住 他们就跟我说 来来来 就拿了一把玉米粒 塞在我的手上说 你要拍一张 好像要这样子才好看 然后我手上拿了玉米粒之后 所有的鸽子都飞在我手上 然后我老公就吓傻了 想说怎么办 现在是什么情形 他们干嘛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跟我老公说 拍啊拍啊 那我就想算了 就是被打劫了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 没关系 既然都要花钱了 你就拍吧 你就拍 所以就拍了刚刚那张照片 我就拿着玉米粒 然后好多鸽子在我身旁 然后我老公水有点刹 然后拍了刚刚那张照片 歪歪歪歪黑黑的 根本就没有认真拍 拍完之后 那八九个人就来围住我们说 来 那个 八九百多少 反正我记得换算起来 那时候台币是两万多 两万多台币的那个欧元 可以三十八吧 也太贵了吧 他意思就是说 你拿了我的那些玉米粒 对 然后你要给我们钱 对 这是比较银行 所以可能是有机的玉米 真的 吃了会变那个 变聪明就对了 结果我老公就这样拿着相机 他就整个呆掉 说不出话来 就是他以前好歹也是补习班老师 他一句英文都说不出来 他就开始要想一些 比较简单听懂英文 I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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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不出来 我想说他在干嘛 他会不会想讲 叫I love you 他说I love you I love you 这样之类的 然后或是他搞不好想讲 Help 之类的 我就想说他到底在想讲什么 他想干嘛 然后我就想说 好啦 那我就跟他说 我就用英文很简单很简单 英文跟他说我很想给你们钱 但是不好意思 我是跟旅行团来的 我就直接 我就装模作样 掏了一大堆的东西 你看我只有credit card 就是我只有那个信用卡 你们拿了也没有用 那不然这样好了 我把我身上所有的钱 都拿给你们 然后我就这样塞塞塞 我就知道我这个口袋里面 其实装了一些的零钱 就把口袋钱全部掏出来 就撒在地上 他就掉在地上 那个零钱 换算起来台币 大概三四百块而已 但我就这样 一用掏出来在地板上做 他们就赶快蹲下去捡 我就拉着我老公 就赶快跑了 这样 换算起来 虽然五万块损失了 三四百块台币的欧元 但是比起两万多 其实好很多吧 你看看 男生这时候 只会讲i love you 没有 像我就比较冷静 当然 对啊 像我老婆 她本身就有一个 容易血糖低的问题 所以 而且她这个人 常常不吃早餐 然后不吃早餐出门 就有时候就会 血糖低昏倒 我记得有一次 就是那时候五六月的时候 蛮热的 然后一大早我们出去买菜 然后买了大概一个小时 回来之后 走在路上 我老婆突然跟我說 老公 我不行了 然后我一看她 满身的冷看 然后脸色苍白 我说你怎么了 她说我不行了 然后就倒在路上 我想 是不是有血糖低 然后我想说怎么办 因为那个婆婆的路太烫 躺在那边会烫伤 然后我再把它抱起来 找个阴阳的地方 看到前面有那个便利店 她前面有放一个长板凳 我想说把它拖到那里 让它休息一下好 硬拖一拖 像hold屍体一样 你知道吗 还手上还拿了一大堆菜 然后还拉一个菜车 还要拉着它 然后就像拉屍体一样 就把它丢到那个板凳上面 然后在那边休息 那时候她一直跟我说 老公 我好不舒服 我说好好 你等一等 我想办吧 那时候我想说 手上这么多菜 如果把菜放着 抱它回去 回来这个菜 可能就被它拿走了 对 就是我好几天的粮食 绝对不能丢在这里 不会被拿走 而且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你老婆醒来 她还骂你说菜呢 对 那时候我在想 搞不好被骂 这时候我就瞄到 那个板凳旁边 还坐在那个阿姨 在那边吃东西 我想说阿姨在这边 可以帮我看着老婆 我就站起来了 你不可能先把菜搭回家吧 没有 错 Oh my God 还没有这样 你还听我讲完 因为 怎么了 这段故事很值得报警 哪里 不会啊 菜会被拿走 老婆人家会抱走吗 不会啊 没有 我会晕倒在那 不是 不是 你要听我讲完 那我就站起啊 原来整集最不受况的是 世鸿哥 为什么 叫错 你这个故事 帮得了我跟吴俊燕 而且他有在怒 对啊 不是 那我总是要做一个决定 对 我就跟阿姨说 阿姨 不好意思 你帮我看一下我老婆 想说把菜拿回去 可以拿个糖过来给她吃 对不对 然后立马 飞奔回去把菜放好 然后找个糖 赶快就立马要冲回去 等一下 你刚刚不是拖到便利商店 前面的板凳吗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只有哪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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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底是要帮我们 他是不是 他今天是来弄我们的吧 没有 弄我自己好不好 对不对 你拿菜回去干嘛 你干脆把阿姨搬回去好 你刚刚前面不是站成我把菜拿回去吗 是 很离谱 真的 好离谱 不是 就已经拖到便利商店门口了 就不再拖 拖一段路把它拖到便利商店里面 里面 里面有冷气 也有糖 也有水 任何的补给品 对 你就陪他在那里坐十分钟 你们就可以一起回家了 其实今天总的来说 我本来以为我们这一队蛮强的 谁知道出来一个陈咬金 他就是我们这一群里面的汉奸 你要不要回家 你想不想回家 其实是蒙古讲得对的 录影是一时的 家庭是永远的 对 不管到底是谁技能满满 还是谁可以一手包办天下事 但是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另一半 尤其是人妻 你辛苦 真的 男生 因为我们要回家 家里有好吗 其实大家都要当互相的神队友 这样是最好的 今天谢谢大家的分享 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上我们的粉丝团 按赞留言跟分享出去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